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的一闲技第214集 阿阳我为了升级新标还真的是伤错了导机 思来想去觉得用铁矿还是不合适 但是用金矿呢 数量却远远不够 于是 哎呀我又只能寻求百度的帮助了 这才知道 原来有一个一劳永逸刷金矿的方法 但是难度比较大 不过为了挑战自己呢 我还是决定试一试 首先我们需要采集大量的黑钥匙 难点也在于此 阿阳我查看了一下很多大神的教程 终于是找到了一种最合适的方法 走 现在就叫上小月一起去试一试 首先我们要在这块空地上新建造一个地域传送门 完毕 小月点火 嗯 我要先快过这个传送门 之后呢 我破坏掉这个传送门 由于传送装置失效啊 等小月从地域传回来的时候 就会随机在主世界最硬位置生存一个新的传送门 诶 小月呢 怎么还不回来 阿阳 我在这儿 啊 小月 你怎么从原来的传送门里面出来了 我咋知道呀 是你告诉我这样做的 咳咳 同学们 这是一次错误的示范 大家注意了 在较劲的范围内 如果还存在另一个可运行的传送门呢 它就不会重新生出新的门了 OK 我已经把这个门破坏了 我让我们重新来一次 我又要去咯 然后我再把这个传送门给破坏掉 瞧瞧这次小月会从哪里出来 阿阳 我从这里出来了 在哪里 哦 我过来看看 哦 成功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送门 白送了我们14块黑钥匙 小月 用我给你的钻石稿一起把这些黑钥匙给收集起来吧 OK 看到这里呢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准备制作僵尸猪人塔来收集精力 在这儿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黑钥匙 原本我打算老老实实地用水浇住岩浆的方法过去黑钥匙的 但是这样的方法秀率不高 而且要去主世界寻找岩浆海 于是我又查了大量的资料 有大神告诉我 用岩浆喷射器制作黑钥匙 另有人告诉我 用红石黑科技刷黑钥匙的 为了验证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呢 我还制作了好多发射器 结果发现由于版本限制这些方法都失效了 于是我最后选择了这种方法 虽然还需要人工挖石头 但是至少非常稳定 第一个门挖掘完毕 阿阳我们造第二个吧 好的 得抓紧时间了 我直接从这边传送过去吧 不去那里了 嗯 也可以 把传送装置破坏掉 静静地等待小月过来 看看这次他又会出现在哪 我飞来啦 哈哈哈 又换了个位置 哈哈 抓紧时间都黑钥匙喽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打开 打开 对 打开